昨天玩游戏玩的太专注了 玩的时间有点长 今天眼睛特别干涩 好像还有点睡肿 我已经很久没有因为玩游戏 导致第二天眼睛不舒服了 我还记得小时候 每到放寒暑假的第一天 因为玩FC红白机玩的太狠 一玩就是一天 结果第二天眼睛睁不开了 每次都是需要还两天才能恢复 虽然家里有游戏机 但是父母不让玩 平时是风香的 只有到了海土架才能玩 这次是因为玩古墓丽营9 TS5二档会员送的那个 昨天我的会员到期 我也忘了是几点到期了 结果一直玩一直玩 一直玩到螺丝用那个狙击步枪 帮助劳拉坡桥的那种 玩着玩着被强制退出了 而且弹出会员续费的那个界面 然后就是所有的会员游戏都被锁了 我的战斗也结束了 看来《非戒不能独野》这句话也适合玩游戏 我估计很多同学会说 会员快到期了才玩 早干嘛去了 其实也不是 那么多的会员游戏 大部分我都是吓得下来玩一下 然后就删了 唯独这个古墓丽营9 这款游戏我在PC上通关过两次 时隔十年再次用PS5玩一款老游戏 感想破多 做这个视频把大家唠唠 背景播放的就是我用PS5内录的 我觉得十分精彩的片段 做了一个剪辑 首先分辨率和帧率 古墓丽营9有PS4的版本 它也针对PS5出个补定 可以60帧U玩 我用显示器查看过分辨率是4K的 实际玩的时候 我目测分辨率在1080P到4K之间 有一小部分素材是有点粗糙的 像1080P 但是大部分还都是比较清晰的 第二 流畅度 十年前我玩的时候 在N卡GTX650Ti 1G显存的那个显卡上通关的 我记得有一段 是Lola帮罗斯去狼窝找药包 那个场景是一个村子 在下一步 之前用PC玩的时候 吊针严重 特别卡 这次用PS5玩感受是非常的流畅 那必须流畅 用PS4都很流畅 PS5能不流畅吗 说说画面 画面就不拿现在的游戏去比了 但是作为一个老玩家 现在玩的游戏的时候 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没问题 重点说一下 好玩吗 为什么好玩 非常好玩 要不然我也不会把眼睛类这样 通过我昨天玩这款游戏 我终于知道了 为什么古墓灵9代 比后来的10代 11代 甚至还有很多 目前的新游戏要好玩 那就是节奏感 古墓灵9 从头到尾 一直在跑啊 跳啊 战斗啊 搜发素材 盈利升级 然后继续跑 跳 非常连贯 解谜也很简单 我感觉这才是动作游戏 它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玩的那个顶蘑菇超级玛力 唯一缺点就是有点累 但是很爽 现在很多游戏的节奏是比较慢的 有的动画还不让跳过 有时候找个东西得找半天 不知道怎么往下推动剧情 像这种设定非常影响玩家的节奏感 特别肉 特别拖坦 下面说难度啊 我玩游戏基本都是用最简单难度 不探索古墓 不做分支任务 弹药和素材基本够用 解谜也不难 战斗也简单 很爽快 让玩家爽快 我感觉游戏就对了 武器系统非常简单 只有四种武器 上是剑 下是手枪 右是冲锋枪 左是喷子 默认直接绑定十字箭 然后呢 根据剧情不断的升级 不断的加强火力 武器升级系统 学习曲线非常低 另外地图系统可以不看 任务系统也不用看 直接按那个L1 看往哪走就行了 它会有一个指示 像这些东西 不会影响玩家 一直向前冲的节奏 下面说说boss战 boss战也很简单 当敌人攻击你的时候 只需要按圆圈躲一下 然后就可以用枪 突突了结boss 最后那个大boss也是这么打 没问题 只需要多打几下 除了缺点 这款游戏 有些画面 有一些小恐怖 比如当你没操作好 直接game over了 这个game over的画面 一般都是比较惨烈的 还有就是主人公经常受伤 受伤的画面也是惨目忍睹 让人头皮发麻 现在看仍然是这样 目前能想到的就是这么多 有画则长 无画则短 我的ps会员到期了 暂时没有续费的打算 不续费感觉也挺好的 至于说为什么好 下集分享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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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